1922年 维多即将毕业的时候 学校准备送她到美国留学 父母却坚持要她先回乡下完婚 洞房花族 新娘子的花椒准备了 到处找人 结果一找还在书房 在一起住的时候 我母亲对我父亲非常照顾 非常关心 中间又有这个孩子 我父亲也感觉到这个时候真正是享受到家庭的温暖 夫妻的恩爱 我母亲在世的时候就不让我们看这个心 后来朱自清说 这才能真正地反映文先生对夫人的爱 亲爱的妻 这是他们都出去了 我一个人在屋里静极了 静极了 我在想你 我亲爱的妻 我不晓得我是这样无用的人